阿弥陀佛的信量 变伐皆虚空间 中国古人所为 大而无外 小而无内 这个把信量说到了极处了 这个信量是什么 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心目之中 没有我人 阿弥陀佛心中知道 一切众生本来是福 这是多大的信量 本来是福 现在为什么变成众生 是因为他一时迷惑了 本来是福并没有失去 只是现在变成一个糊涂佛 如是而已啊 别人不尊重他 阿弥陀佛尊重他 阿弥陀佛帮助他 阿弥陀佛帮助他 阿弥陀佛不干别的事业 就是帮助这些迷惑颠倒的佛 恢复正常 他就干这个事业 他就干这个事业 那么极乐世界 就是他的工作阐属 那社防世界的众生 有什么人介绍过去呢 一切祝福如来 换一句话说 祝福如来 教不了的人 都送到极乐世界去 阿弥陀佛在祝福当中 是最优秀的老师 别人教不了的他教得了 他有善巧方便 像真相本经所说的 三种真实 他具足了 真实的智慧 震慑之机 震慑利益 用这三种真实 帮助众生 帮助众生回头 帮助众生回归佛位 那本来是佛 所以到极乐世界 保证你一三成佛 而且是快速的成佛 这是博客戏 这是博客戏 病毒的成佛